美国总统选举进入到了新的局面了 拜登退选 如我所预言 那贺锦丽 拜登 这个临门一脚 把贺锦丽 或者是Harris 贺锦丽其他个人 他并没有拒绝这个名称 虽然是早期 他在选州检察长的时候 华裔的华侨帮他取的名字 在加州的华侨还是叫他贺锦丽 所以两者都可以 哈里斯也可以 贺锦丽也可以 拜登在临门一脚的时候 把他给推出来 当然他是他的副总统 不过他大概也知道 就是这里面变得很复杂 但现在看起来 8月7号很快的时候 大概贺锦丽就会得到确认 我觉得已经他得到了 2500张党代表支持的票 到了8月19号在芝加哥 举行民主党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就会是他等于是造势大会 在这个之前我们要看8月7号之前 也许这个礼拜 他就会提他的副手会是谁 我们先来预测一下吧 他的副手会是谁 我觉得他的副手 应该是欧巴马他们同意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 你的意思因为他出现欧巴马没有同意吗 没有他在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他也代表了民主党里面一些的派系 因为毕竟他是属于加州派的 可是加州派最开头的时候 佩洛西没有支持他 对不对 所以他先把他自己的加州派系 把他稳固了以后 大家都认为 欧巴马会是这一次选举中间 最重要的一个加分题 加分题他中间可能会做的一个安排 就是他属于的副手 因为你现在就是要看后拜登时代 而且我们今天就已经是后拜登时代了 后拜登时代就要看说 你的这个整个的选战的布局 跟你的你这个党派的权力地善 有没有什么关系 那如果简单的来说 我觉得拜登走了就人走茶凉 他走了以后他所有布局的 所以现在无论布林肯苏利文 本来苏利文是他们培职的 那现在你看到布林肯苏利文 他们通通都没有机会了 那贺锦丽代表了另外的一个势力上来 并且能够一统天下的同一时间 他需要去关注除了在大家讲的什么铁锈州 摇摆州那些以外 他需要知道说他党内的对他的知识有多坚实 因为他原来是不坚实的 他原来是一个弱势的候选人选的弱势的副总统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很快的把自己拉到一个非常实的位置 那么看起来在第一时间 民主党人就是松了一口气 大家都用的字叫reset 就从头开始了 因为本来他只有一个竞选口号就是不要投特朗普 你如果要特朗普当选的话 世界会变得很可怕 所以你一定要投我 只能用这个负面的选举去做选战 这个牌是他最核心的主軸 他原来只有这一张牌 那等到拜登退选了之后 整个的局面就打开了 所以贺锦丽第一个是他除了这张牌以外 他需要去宣誓的是我们民主党将会给美国带来多好的一个美国以外 他也需要去防御在未来的一百天不到的时候 共产党对他的攻击 所以他党内的那个中间的核心要紧而又紧 而且以前的这些大咖有些要分别出来做一些防御的工作 所以我认为欧巴马是他现在看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大家那个时候都在猜测会是宾州的州长 就是那个Josh Shapiro 因为也是一个铁锈州吗 不也是一个摇摆州 也是一个摇摆州 那他在去年才选上州长 他之前选过一次没有选上 那可是呢他之前做过州众议员蛮长的时间 也选过州的检察长 也做过州的检察长 所以他在宾州其实是蛮有人气的 可是他是不是具有全国性的这个知名度 那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个人是觉得他去年才选上州长 现在就跑出来选副总统 不是不可以 但是选上之后呢会对宾州带来一些影响 那因此他有这方面考量 而且他会觉得我是要选大卫的 我可能做你的副手 不是他现在的规划 因为川普如果选上28年 他一定要下来嘛 因此他现在贺锦丽报纸上写 他可能针对就是Arizona的那个太空人参议员 叫做Mark Kelly 对对对 那Kelly呢 我觉得太遥远 Kelly我觉得他的这个背景是蛮丰功伟业的 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太空人出身 所以有话题性 可是呢 他能不能够跟就是Vance去做辩论 这是另外一个考虑的 尤其Arizona大概就不回来了 我觉得Arizona 现在目前看这个民调 有一些CNN的民调还是川普领先 但是路透社啊 还有ABC啊 居然民调是这个贺锦丽在全国性的领先 可是其他做的五 大概六个民调 从他21号宣布退选到22号以及到26号之间 其实做的这大概将近十个全国性民调里面 贺锦丽只有两个领先 你讲Arizona救不回来 我从这个地方开一个算是斜线吧 Arizona这个地方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势力 事实上还很少人关注的 就是科技跟金融大佬参与政治的程度 这次很深刻 很深刻 而且好像慢慢偏向共和党 是都在共和党 J.D.Vance你就知道说 他从一个耶鲁的毕业生 在十年之内 十年之内 因为他是2015年才离开法律 十年之内呢 2016出了书 2017就进入Revolution那个fund 27289就到了华盛顿 去做了自己的另外一个fund 是跟他的主要的 他叫做他的师傅 mentor 也是他主要的金主Peter Thiel 2023年才成为参议员 他那次选举的时候 2023 参议员 参议员他做了两年了 21年 然后24年呢 他就一任了 我的意思是 他刚刚成为参议员的一任 那一任呢 Peter Thiel给他的 政治现金是1500万 不少啊 是有史以来参议员最大的 同一时间呢 Peter Thiel 在他之前 还支持了另外一个人 要选Arizona的州长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他在这个地方 所部的局势很深的 州长啦 参议员啊 都是Peter Thiel 是做他最大的金主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的 你会觉得说 一任的参议员 为什么忽然之间就跑起来 因为他背后有一个 非常庞大的力量 在支持他 那我们讲稍微远一点 为什么以前我们都说 军工混合体 因为那是在工业2.0的时代 工业2.0的时代 军工混合体 甚至到了3.0 都是最大的势力 可是现在我们马上 就要到4.0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 全世界 尤其是美国的经济 是以金融跟科技为核心的 那像Peter Thiel这种人 他以前投资 PayPal Facebook 后来去投资了大陆的Bitmain 就是叫做比特大陆 他就是在这里面 做了非常多的投资 积聚了巨大的财富 和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未来的世界是游戏规则主导的 至少美国的世界 是游戏规则主导 而不是你的制造实力 现在我们常常说 这个中国大陆所主导的经济 跟美国所主导的金融 他们是逐渐脱钩的 一个是你的制造的实力 一个是你的游戏规则的 五眼佛界放在银号里面 所以Peter Thiel他们这些人 我觉得我认为就是 新的军工混合体 军工混合体是一个旧概念了 新的这个概念就是这些 金融跟科技的大亨 他们试图去主导未来的世界 譬如说你想想看 比特币将来要变成30万 美元一颗的时候 那谁会去决定 他的游戏规则 什么样的时候可以去交易 而他中间会产生多少的 因为规则改变 而产生的全世界价值的翻转 所以说这一批人 现在在大量的快速的进入政治呢 还不是只有美国而已 马克宏也是忽然之间 从投行 他们的背景都很一样 法律啊金融啊科技投资啊 从投行一路变成美国最 法国最年轻的总统 那要不要去看英国的苏纳克呢 大家会想说哇英国怎么可能是一个印度人 来掌这个整个国家机器呢 那你要不要去看看他的岳父是谁 很少人讲吧 他的岳父是Infosys的创办人 Infosys就是印度第二大的科技公司 第一大的叫Tata 以前我在做投资的时候 我们是跟他们有往来的 是有交易的 Infosys也是我们有投资的 所以你可以在这后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强的一个科技的线 那这科技线堆叠在金融的投资人 就是那些投行 他们所创立的新的这个结构之中 所以我认为我们将来不会讨论 军工混合体而已 现在应该要去讨论的是金科混合体 金融或是反过来好了 我们把实的先说 就是科技跟金融的一个混合体 他们夹着资本的庞大的力量 进入了可以主导的民主规则 所谓可以主导 有些国家的民主是你不能够这么容易介入的 可是美国的民主规则完全都是 按照你有多少的财力 去进行后面的选举 用选举去决定你的权力分配 所以像Vance他就可以很顺利的 他是一路由Peter Thiel所培植出来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到Forbes在7月16号的一篇专文 他就写说我们对于这两个人的关系 我们知道多少 他有一篇很长的专文 那我刚刚讲的部分呢 大部分就是从那里面引用出来的 那么不是美国而已 如果你把英国法国都算在一起 那接下来你看到德国的选举也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科技跟金融的实力已经在全世界 慢慢的进入了政治上面的最上层架构 是牵起这个观察非常深刻 过去美国一直 他的政治就是金权政治 后面有political boss bosses 很多的这种政治的背后老板 那过去呢 是产业 是all money 从洛克菲勒 福特 然后呢 你看到那个库斯兄弟 这个库斯兄弟还是很有影响力 在共和党 那然后呢 这些大的这些产业 大的跨 后来逐渐变成跨国型的企业 那现在呢 你就看到的是 除了军工产业之外 特别就是金融科技 那现在这个金融科技 Virginia州的州长也是做投资出身 都是 就是你有大量的人是从投行进入政治 我觉得是我们第一个需要观察的 而且共和党比较多 而且他背后的金主 因为美国的政治现金是要揭露的嘛 你可以看到他有些时候是经过PAC 像Peter Thiel以前是经过那个Arizona的PAC 那现在呢 你还有更多的是个人需要揭露的 是很明显的 北这个North Dakota 本来可能会成为川普的副手的 他就是微软出身的 那他也是再多投资 讲句实在话 所以这些这个金主 有时候就自己下来玩 那有时候呢 就做背后的这个political boss 那当然管的就是说 你在所有的这些 未来有关于这些新的金融科技的游戏规则 要由他们来定 那这些政治人物呢 也懂得去配合 所以川普你看这次在比特币大会当中的这个表现 我们从这一点 就浅姐告诉我们 大概可以去推测 路是谁手 谁比较多钱 who has the money 而且big money 对不对 我们还没有讲到马斯克 大钱 对不对 然后呢 比特币 各位你想想看 比特币那些手上拿的人当初的投资是多少 比特币是从零到有的 在没有比特币之前没有这个东西 是 从来没有 然后呢 这个半导体已经算是小咖了 对 就说你要从一个具体的东西去制造 然后进入 比特币从开头就只有一个规则 对 就是我是有限的 对 所以你们大家挖矿来 你来抢这个有限的资源 对 全部都是rule based 对 只是规则而已 各位 这个现在从拜登退到现在才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将近不到七天 那你就看到虽然有一些民调出来 但他可能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短期效应 那是有一些reset 那他是有一些贺锦丽 Harris是有一些优势 年轻女性少数族裔 但是能够加分多少 那全国性的也许 但是在关键周呢 现在关键就是贺锦丽能够募到多少钱 他现在大概是2亿 加上他后来到目前为止 1亿3亿 他没有梦到10亿这个game根本不可能玩 而且以他这个被换上来的临时中马换将 他没有15亿要投在那个关键周 也不可能 可是我看现在川普 我觉得那个15亿 大家已经在分配 对对对 我们几个吃个晚饭 对对 我吃个晚饭 到了 结束 我们还可以更多 这个接下来 你可以想象到 在自媒体 在电视 在各个方面 对于这个贺锦丽 以及他未来提的副手的这种攻击 会全面的展开 美国的选举真的就是一个金钱的政治 那光是钱的这一块 我是觉得 现在贺锦丽是居于下风的 其实美国选举从欧巴马开始 是第一次大量运用社群媒体的 对 然后他在运用社群媒体呢 就打了Republican一巴掌 因为大家没有认得 他们还在花大钱 在做大媒体 所以目前呢 很有趣的是 现在去支持共和党的很多 大的political boss 你说到 就是那些在后面做金融投资的人 他们在掌管所有的自媒体 对 这也就是因此呢 忽然之间 川普就跟脸书就要和解了嘛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金融跟科技这个圈的倾斜是非常严重 原来的那个民主党用自媒体去翻盘的 这可能性呢 就越来越小 对 那也因此我认为 贺锦丽他真的需要全党里面的那些 旧的非常有名的人出来支持他 那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欧巴马变成他的最关键因素 如果没有欧巴马这些大有名的人支持他的话 他很难继续走到底 不过 他的确不会像大家所预期的那么差 毕竟是 他是一路路选上来以外呢 他曾经挑战过拜登 他也在参议院 也就这么乖乖的做了三年多 所以他对于整个市局的掌握呢 不会像大家想的那么差 那对于所有的看选举的都知道嘛 大家期待他很差的时候 他只要不太差他就会得分 那得分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钟摆效应 所以美国选举到今天真的是看不懂了 因为所有的游戏规则通通被打破 而且未来的走向是混沌一片 我们还有100天左右的时间可以观察 我个人觉得过去拜登跟川普是这个三七开了 那现在贺锦丽的的确确 稍微reset 四六开 那但是呢也还有这个杖的这个声势跟可能性 那不过今天倩姐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金科金融跟科技的背后的金主 不只是影响美国的选举 也会影响到未来的新的游戏规则跟国际秩序 好那今天这个谢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这个董内 也谢谢倩姐 谢谢游民 谢谢观众朋友平安 拜拜